在刚刚结束的UFC290上 大帝亚利山大沃卡诺夫斯基三回合TKO亚伊尔罗德里格斯 宣告自己才是亚伊尔真正的领军者 很多人对亚伊尔抱着很大的期望 期待他能让亚伊尔改朝换代 很可惜他虽然在之前的比赛中打出过很漂亮的技术 但在这场比赛中处处受限 也看到了自己和真正的王者之间的差距 那么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看看他们之间的技战主方面的博弈究竟是怎么样的 从两人擅长的领域来看 因为亚伊尔罗德里格斯擅长腿法 而且出招的随机性很大 所以打防反的大帝 是必要解决缩短打击距离的问题 和处理冷圈冷腿的问题 在比赛的第一回合 亚伊尔果然是将距离保持在远距离 随时准备起腿攻击大帝的头部和杆距 而大帝的对侧是频繁换架 并使用假动作诱骗亚伊尔起腿 换架主要是迷惑和影响亚伊尔的腿法部署 因为亚伊尔腿法的攻击目标不是头部就是杆距 大帝换架后杆距位置就需要使用直线腿法去攻击 这让亚伊尔的CPU瞬间加载一倍功率 而在迷惑亚伊尔的同时 换架还能帮助自己提高突进速度 所以这一招换架用的的确是精妙 但亚伊尔还是找到几次机会起腿攻击 几乎命中了大帝 但被大帝隔挡后威力减弱 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亚伊尔最终在3分27秒时犯了个错 他在一个相对近的距离发动中扫攻击大帝 我们看到大帝在接腿时 双方的距离已经是相当近了 亚伊尔的腿打不出力量 在被大帝低扫的影响下被抱腿进入了地面 在我之前复盘大流士与阿里维拉比赛的时候 大流士在八九龙中央与阿里维拉护标柔术 结果一个吸盾就被拒之千里之外 我们看大帝是怎么做的 他先把亚伊尔挪到龙边死死顶住 让他没有距离使用虾形制造空间 再从亚伊尔的封闭防守中站起来 居高了一下杂拳 一切都像教科书一般 没有系统专上柔术训练的亚伊尔 面对大帝这样的压迫力 缺乏足够的应变和逃脱能力 只能在下位挨揍直到铃声响起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中 大帝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通过换架干扰了亚伊尔的距离感 获得了一个tickdown的机会 并且非常务实的保持住了优势 第二局开始 亚伊尔要扳回第一局的丢分 直接选择上压主动进攻 我们对比第一回合就可以发现 两人之间的距离肉眼可见的缩短了 主要原因 这是亚伊尔要在更近的距离 打出更多的伤害 那大帝这边还是用第一局的战术 用换架干扰亚伊尔的腿法布置 找机会冲进去连环重击 可以说双方是你来我往的 亚伊尔的腿法多次命中大帝 大帝也找准机会突进输出 这算是双方火力全开了 但大帝依然是显现出了一个冠军的素质 一次晋升就把亚伊尔顶到龙边 抱起摔翻 亚伊尔虽然有几次起身 但面对大帝的龙边缠斗 他显然是非常狼狈 刚起身就被返回到地面 期间还吃了不少伤害 并且被开了瓢 我们看到这里 基本上也知道这场比赛再发展下去 大帝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唯一有隐患的是第二回合最后的时间 大帝也出现了短暂的体力瓶颈 在封闭式防守中 没有力气站起来砸拳了 只能装模作样的跪砸 双方修整来到第三回合后 亚伊尔继续轮腿攻击大帝 但大帝对此针对性的备战还是很充分的 拍击阻挡前踢 后撤和格挡削弱中高段腿法 而亚伊尔再被按在地面揍了两回合的积累 让他的体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打击力量严重不足 基本属于站桩用腿在和大帝互换 然而大帝的手轻易不出 也轻易不放下 爆架也非常稳健 所以亚伊尔的机会不多 他还是有几次清晰的击中了大帝 只是因为打击力量下降 没有打出明显的位移 然后就犯了一个和第一回合一样的错误 在中近距离起腿 在腿击中大帝的同时 脸上也积极实实的埃里基重拳 这一拳直接让亚伊尔破了防 之后就是大帝的终结季表演 就不多说了 总结一下 大帝这场比赛的备战和战术 非常务实和有效 对亚伊尔罗德里格斯几个角度的腿法 都做了很充分的针对 对自己的柑驱和下巴 也保护的非常到位 摔倒对手后的控制力和杂拳的伤害力 都顺利的打出来了 可以说是发挥的很完美 那亚伊尔罗德里格斯这边呢 他的问题还释出在缠斗能力上 在被打到下位后 逃脱能力不足 导致体力消耗严重 也影响了打击力量 如果他有奥利维拉这样的下位柔数 比赛可能会是两个结局的 但他这样神鬼莫测的打击系数 确实在UFC都难找到第二个 所以毫无疑问 他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几句观赏型的比赛 在大地退场时 我们看到他和伊尼亚托普利亚 有一些剧情 目前不派的托普利亚 排在鱼浪机第五 也勉强够资格挑战大地 如果他俩来一发 你们更看好谁呢 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点个关注 不会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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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